陳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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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兵主義無難所從 民國26年 這個6月17號 國民黨中常會決定 也就是說在民國26年以前 民國26年7月以前 中華民國是沒有國歌的 所以我們有四分之一的日子 以中華民國的年紀來算 有四分之一是沒有國歌的 可是現在國歌好像已經變成 唱國歌已經有點像witch hunting 獵巫 就要看用這東西來檢驗大家的政治忠誠 黃教授你看 這是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公函 它上面寫得很清楚 常我國國歌器未正式制定 前今本會第三屆第七十八次常會 決議在國歌未制定以前 各位聽好 國歌未制定 本黨黨哥 本黨黨哥 中國國民黨黨哥 代用 也就是說 現在沒有國歌 拿黨哥來代用一下 代用是很清楚 甚至連國民黨中常會也不認為 這是正式的國歌 知以國歌之城必有其歷史 現行黨哥為總理訓辭 至十三年以來其使用於國民革命軍 其既普及於全國各 全國各有幫一皆習用 從行令智轉嫌生強 也就是說做一個新的國歌 現在很麻煩 兵荒馬亂 所以就用 黨哥 用總理的訓詞 當做國歌 黃教授 國歌 昨天 另外一位 我們看一下 詹 詹詩琳教授講說 國歌並不在憲法位階上面 我那時候覺得很有趣 對 我們憲法裡面 第六條只有規範國旗 所以我想請問黃教授 那國歌的位階 他的法律位階在哪裡 我們憲法第六條是有規範國旗 他裡面講得很清楚 新天白日 然後滿地紅 國歌沒有憲法的明定 那我的理解是 似乎也沒有法律 有國歌法嗎 我的理解 我的印象好像是沒有 所以 最多 我想他是 大概是一個類似 像是一個行政命令 用行政命令去實行 連行政命令都沒有 你知道 最多啦 最多只能認定 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國徽國旗法 他在第十一條有講 升降國旗之儀式如左 全體樹立唱國歌 我找到法律裡面 有國歌這兩個字了 只有在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 可能有其他的我找不到 至少我找到的是這個 所以請問黃教兩個角度 從轉型正義的角度 台灣需不需要一個 把這個代用的黨歌 廢棄掉 自己弄一個新的國歌咧 還是老話一句就 這是政治議題啦 政治程序決定 這應該是立法院的職責啦 其實我這邊要講說 如果這個國歌的位階 如果從法律上 他不在憲法層次 制定新的國歌 需要修憲嗎 應該不需要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國歌法 可是很重要就是 那我們國歌的內容是什麼 我前面不斷的強調 這是民國二十六年 國民黨中常會的 而且國民黨也自覺 這是代用 現在要做 重新令智轉嫌升強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時機啊 當這麼多人 這麼重視國歌 甚至用國歌來做一個 檢視政治忠誠的指標 結果我們發現 我們的國歌位階 竟然是如此不清 不在憲法層次 甚至連法律的內容規範也沒有 我常覺得有趣 那到底 如果大家真的關心國歌 我呼籲我們立法院同仁啊 真的好好思考一下 我們的國歌內容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國歌法 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們的確是有國徽國旗法 我真的不曉得說之前 為什麼這麼多我們的教授們 在被問國歌的問題 這是轉型正義 第二個 言論自由 國歌歌詞裡面最被詬病的 就是所謂無黨所忠 黃教授你說你小時候也有唱 那個黨是指誰 我的理解應該就是國民黨 對他也講了 這是他的黨歌啊 所以千萬不要把它解釋成無背 可是現在有被問到 軍人是否可以不唱國歌 他說根據這個 中華民國軍人禮捷法 陸海空軍懲罰法 要來處罰 就像你講的 人民不應該被迫做政治表態 請問這有沒有違反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想 我想沒有辦法給一個立即性的 這是你之前 質詢的回答 你認為個別的民眾 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壓力 我知道 但是您剛剛提到的那個是 針對軍人 那針對軍人部分 他的權力義務 因為軍隊種種的關係 他或許 會比一般人民會受到一些更大的限制 那我只能說 但是我這樣講也並不表示 那就一定是核限 我只能說要 真的是要看相關的那個規定 然後整整在 才有辦法評估 黃教授我跟你講 你回去查一下 他所謂中華民國軍人禮捷 其實我查不掉這個法律 他關於陸海空軍懲罰法 裡面也沒有講到 不唱國歌的懲罰 我意思是說 國防部是不是在呼嚨大家 我們對於所謂抗國歌 在政治上變成一個獵巫 可是我們繼續看 他根本缺乏一個法治化的要求 當然 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是立法院的責任 好